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Leica 專用的EX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Leica R鏡 專用的EX 這個EX有什麼好的地方呢 譬如說你有一支50mm鏡頭 你加了它就變成100mm 如果你有一支90mm的話 加了它就變成180mm 其實就會將原本的鏡頭加倍距離 唯一損失的就是光圓方面 會有兩個STOP的損失 但是一般來說 我們拍攝這麼長焦距是什麼時候用呢 譬如說戶外比較光的地方 這兩個STOP對於我來說 會有很大的影響 而這個版本分別有 現在這個就是APO版本來的 那些APO版本 譬如說你配襯你的APO鏡頭的時候 就不會有光學的損失了 其實它還有一個普通的版本 價錢大約是一千元港幣 那這個版本就會是普通的版本來的 都是EX 但是如果你是用APO版本的鏡頭 用了普通版的EX的時候 就會有個情況就是下跌了你的鏡頭 而這個APO版本就可以用在APO版本的鏡頭 那如果你說我本身是高中版本的鏡頭 那用不可以呢 其實是可以的 那你用了之後 那個質素當然會是好些 那將來如果你是會upgrade 或者再添置一些APO版本的鏡頭的時候 是會保持到APO的質素的 那等一下我們跟你去試一下 到底這個加了2X之後 拍出來的影像會是怎樣的不同 那現在這支就是一支50mm的鏡頭 那當它加了2X之後 其實這支頓時就變成一支100mm 那如果是這個尺寸 其實100來說也算是比較細小的 這支是90mm的鏡頭 那這個版本就是APO版本 APO版本 那我會用的時候 我會選擇APO版本的adapter 那就會保持它原本的光額質素 不會太軟了 那現在這個90mm就變成180mm 暗細枝的180mm 其實也不錯了 現在你看到這個是一個溫度版 其實溫度版的鏡頭 你當時要加一個溫度版的2X 去配搭它 如果你說我其實找不到一個溫度版的2X 那要用的話 你要裝上去是有點巧妙的 其實這樣裝是裝不到的 那你在這裡只要搬這個位置 這樣就可以裝上去了 現在看到就是用了一個50mm的鏡頭 直出 那這個就是50mm 50mm直出的效果 你看到人和物件少了很多 現在看到就是用了一個50mm的鏡頭 它加了一個2X下去 加了2X下去的效果 看到就是放大了 和之前50mm的鏡頭 就放大了 差了很遠 現在這個就是用了一支90mm的APRO鏡頭 直接拍攝 那APRO的效果就看到很清晰很細緻 那一會兒就試一個加了2X的效果 現在這個是90mm 現在就是用了這個90mm的鏡頭 加了一個2X下去了 那這個效果你看到的人是放大了很多 現在就是等於一支180mm的鏡頭 的效果 那你看到呢 清晰度也很高 因為這支鏡頭是用了一支90mm的APO 再加上一個2X 那2X也是一個APO版本來的 所以你看到效果是非常不錯 很清晰 沒有什麼什麼散開 180mm 相信這麼簡短的介紹 還未能夠滿足到你的要求 那如果你說有興趣想知道更多 關於這個Leica的RX的APO版本來的詳細資料 歡迎你來到我們尖沙咀 或者是旺博的門市 我或者我的同事可以親自解釋一下給你聽 那如果你欣賞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個Like我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TORONTO